1960年 宋庆龄亲自给毛主席送螃蟹 可他前脚刚离开 后脚主席就叫人把螃蟹给拿走了 那么主席为何要把国母的好意给拱手相送呢 宋庆龄和毛主席之间一直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主席更是尊称宋庆龄为大姐 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 宋庆龄奋不顾身 给予我党和毛主席诸多帮助 红军长征期间 物资储备和经费非常紧缺 战士们经常吃不上饭 那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毛主席写信求助宋庆龄 请他向身为银行家的弟弟宋子文借5万美元 那当时宋庆龄和宋子文因政治立场不同 早已分道扬镳了 为了包住毛主席 宋庆龄不惜拿出丈夫孙中山的抚恤金 更是抵押了自己在上海路的住所 采访主席渡过了难关的 而这份恩情 主席也一直莫尺难忘 那么既然两人友情如此深厚 为何他送来的螃蟹主席看都没看就送人了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1960年 宋庆龄在上海公寓会见了毛主席 细心的国母发现主席禽瘦了不少 疑问才知道 当时我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 中国大片土地颗粒无收 一时之间饿瓢遍地 毛主席不忍心百姓受苦 不仅带头降低了工资 还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原则 不吃肉 不吃蛋 吃粮食不超过定量 甚至平时只吃一些窝窝头和菜汤 宋庆龄十分的心疼 亲自当门给主席送来一些螃蟹 怕主席不吃 他还坚持说道 螃蟹不是肉也不是蛋 你必须接受啊 临走时又补充道 为了祖国和人民 你必须要照顾好身体 为了不辜负宋庆龄的好意 毛主席只好假意收下 可宋庆龄前脚刚走 主席后脚就把螃蟹送给了警卫战士加餐 自己一口都没有吃 直到国家度过三年饥荒 主席才重新恢复了喝茶吃肉的习惯 早在革命时期 主席就十分勤俭节约 他和战士们一起吃野菜的故事更是被编成了歌曲 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秋收起义时 部队中设有军官食堂 军官们每顿四餐一汤 但士兵们却吃得比较粗糙 三万改编后 毛主席为了扫清这些旧的制度和陋席 决定取消军官小灶 战士们不分级别 同灶吃饭谁也不许搞特殊化 当时红军条件艰苦 饭菜基本上以红米饭和南瓜汤为主 有很长一段时间 红军受国民党围剿 连红米饭和南瓜汤都保证不了 只能从山里挖野菜 做成野菜粥冲击 当时炊事员见到主席日夜操劳 太过辛苦 就专门给主席做了碗白米饭 主席看后 却把饭倒进了野菜粥里面 和战士们一起吃了 还有一次早饭吃野菜粥 有位战士说 今天的野菜太苦了 主席听后咬了半勺 喝完后说道 味道不错 再给我盛一碗 战士们见主席如此 纷纷说道 这野菜汤毛委员能喝 我们也能喝 后来这个故事被唐山娇写成了歌曲 很快传遍了华夏大地 那么你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然后咬一番来说道